4月2号是第七个世界的自闭症日 在云南的大学生和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在昆明的闹区 是用今天不说话的方式来徒步和骑行 来体验一下自闭症儿童无声的世界 来看记者的报道 狼帽子 狼丝带 志愿者身上的狼色 让昆明的街头出现了一道独特颜色 志愿者们戴着印有今天不说话次样的口罩走上街头 向路上的行人发放宣传册和狼丝带 希望唤起更多的人对自闭症儿童的关爱 这种换位体验 让志愿者们体验到了自闭症儿童 和他们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 在活动现场 有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自闭症孩子来参加活动 外界对孩子的不理解常常让他们备受压力 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给孩子更多的爱与包容 我们这些孩子还是高兴 还是有点理解我们 妈妈呢 我觉得心里 他们就是妈妈的回忆来介绍我们 要来玩 来玩 让感动人来介绍我们 今天不说话是由易基金发起的 2014年世界自闭症日狼测行动系列活动 旨在呼吁大家换位体验关爱自闭症儿童 据了解 全国多个城市和公益机构 都加入到了今天不说话的行列中 还有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 駡人 招力